这六种已经灭绝但留下影像资料的动物 都亡于人类的偏见和贪婪 这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奇葩动物 像虎像狼又像袋鼠 又名塔斯玛尼亚虎 它像老虎一样的捕猎 体型似狼斑纹如虎 猎向狐狸 神奇的是 它居然还有一个育儿袋 1888年塔斯玛尼亚政府规定 杀死一只成年的袋狼 奖金是英英镑 在1888年到1909年 仅官方记载就有2268只被捕杀 最后一只野生的袋狼 因为晚上偷鸡 被农场主活活打死 1936年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只 被圈养在了动物园 因为管理员的疏忽 它不幸暴下而亡 这个神奇的物种 从此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它们原本生活在北非的沙漠和山脉中 深色的毛发甚至可以一直延长至腹部 威武雄众 肌肤美感 罗马帝国时期被大量地抓到了斗兽场 角斗士杀死了成千上万只狮子 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也将猎狮作为贵族消遣的时尚项目 这导致其余的狮群被捕杀殆尽 到了1914年 巴巴里士已经不到500只 1922年 最后一只幸存的纯种巴巴里士 在摩洛哥被法国殖民猎人杀死 从此这个物种消失在了地球上 这是野生巴巴里士生前被拍摄到的画面 他曾是北非食肉动物的三巨头之手 却因为人类的斗兽和偷猎被彻底的逼上了绝境 接下来我们去看我国已经灭绝的几个物种 结局让人痛心疾首 这是已经灭绝的几种国宝纪动物的最后影像 再不看就看不到了 新疆虎又名离海虎 个头仅次于西伯利亚虎和孟加拉虎 20世纪初还遍布塔里木河 可短短的几十年 它竟然就彻底的从地球上消失了 由于人类的破坏 森林沉片沉片的被砍伐 河流断流干涸 曾经的绿洲就这样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沙漠 新疆虎也遇到了空前的劫难 由于丧失了栖息地 过往人类与新疆虎和谐相处的情境再不复存在 老虎开始攻击人类 人类也加剧了对老虎的捕杀 1980年4月 世界上最后一只新疆虎在加斯比奥的丛林中 孤独的死去 据官方调查 地球上最后十只新疆虎 除了两只是正常死亡外 其余八只全部是由贪婪的偷猎者所杀 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向世界宣布 新疆虎灭绝了 可悲的是 新疆虎消失的速度快到 我国的科研人员从未见过新疆虎的活体 也没有标本 白旗屯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深补动物 曾经有五千头之多 这么可爱的白旗屯却身性胆小 很容易受到惊吓 一般会远离船只 但却逃离不了人类的魔罩 1974年 一根雷管下去 当场就炸死了丝头 而其中两头雌屯腹中 各孕育一个胎儿 1987年一头白旗屯被滚钩活活勾死 浑身上下有103处致命伤 还有的被渔网困住 无力挣扎 窒息而死 有的甚至被残忍的卷入轮船的螺旋桨中 深深绞碎 他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人类却没有像挽救大熊猫一样的挽救他 1980年 400头 1995年 100头 2007年 没有了 彻底灭绝了 他的邻居江屯 如今也被连片的踩沙船 困在潜水区苦苦等死 你能想象 人类收割地球物种有多高效吗 仅仅23年 人类就让另一个物种 从出现到彻底消失 近百年来 全世界已经灭绝了22种动物 如今只有这些留下了图像 如果他还活着 一定会被引进中国 他浑身金光闪闪 像极了东方神话中 口吐金钱 招财劲宝的祥瑞金蝉 可惜这是最后一支了 1989年5月15日 克朗普观察到了这支金蝉橱 也成为了迄今为止 人类观察到的金蝉橱的最火之物 它们曾大量的存在于 哥斯塔利加蒙特维多云雾森林 从1966年被人类发现 到1989年灭绝 仅仅23年 就因为人类带来了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 这个物种和我们彻底的告别了 最后一支雄性北方白犀牛苏丹 2018年3月19日在肯尼亚去世 终年45岁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国的辽阔大地也曾经犀牛遍布 本土的最后一只犀牛 已经在1957年在云南江城被猎杀 南非政府发出警告 最快到2026年 非洲的野生犀牛也将灭绝 平均每天就有四头犀牛 惨死在盗猎者的刀下 过去的40年来 犀牛的总数量已经消失了96% 犀牛角的价格比黄金还要高百倍 其实犀牛角根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 其大部分的成分是角蛋白 服用就等同于吃自己的指甲和头发 可犀牛的猎杀率仍然是持续走高 高加索野牛1927年宣布灭绝 澳洲花袋鼠1927年宣布灭绝 巴黎虎1937年灭绝 这样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地球只会剩下孤独的人类 在绝望中灭亡 首长呼吁大家保护野生动物 爱护环境 也是人类在辞救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